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贡献 下面我们偏重从艺术这个角度 从偏偏艺术 可以接个几方面来去理解 第一个贡献是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这个矛盾是非常注重性格的刻画的 特别是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复杂性 他善意把人物的行为 感情 心理 过性 各个方面加以展开 所以读他的小说 看那个人物的描写是非常复杂的 带一种油化的效果 立体化的效果 所以矛盾偏重 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变化中 来突出人物的性格和他的发展 他擅长一些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 这跟鲁信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重点的转移 这跟三十年代强调文学 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是有联系的 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 这个职业里面 等一下我们分析 职业里面的情况 会看得更清楚 这是一个贡献了 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那么具体一点来说 矛盾它的贡献 是创造了两个人物系列 两个人物系列 那两个系列 一个是民族资本家的系列 另外一个就是时代 心理性的系列 心理性的形象系列 就是它两个人物形象的系列 是它的很大的贡献 前面说了 矛盾是有意展现 中国社会变迁的前景的 它怎么展现呢 怎么展现 不完全写故事 主要是通过各个阶级人物 它的属性 性格 命运 这方面来展现 所以它下功夫最大的 也最成功的 往往是作品中的 中心人物出现的 一个是资本家 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个是心理性 的确 这是近百年来 中国社会变动中 最具有时代特色的两类人物 一个是资本家 一个是心理性 那么这两类人物 它有一个形象系列 不是一个 排列在一块 就快构成了思想性格的发展史 所以如果同学们大家要了解的话 你看刚才提到的 像商业红市 二月花 就是上个世纪初的资产阶级 像王博生 他写到了 那么到了三十年代 这个民族资产阶级 既要跟外来的资本 这个抗产 又要跟买办资产阶级 斗法 当时叫买办资产阶级 就是帮助外国人 来掠夺资本的 那这类资产阶级的人物呢 他就写到了无讯部 另外还写到了 这个多种矛盾关系之中的 二老板 唐子家 像多角关系里面 还写到了 这个抗战时期 那个资本家何耀先 就第一阶段故事里面的人物 严重凭 那个锻炼里面的人物 甚至一直到抗战中后期 那个林永清夫妇 也是个资本家形象 就亲命前后 里面的人物 就这些资本家的系列人物 他们的命运 可以看到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在近百年来 他走过的历史的道路 所以我们想提醒一点的 就是说资本家 是中国现代新的阶级 新的人 古代中国没有资本家 他是新人 新的阶级 但是在文学中 写资本家的形象 始终不多 因为他中国的民族资本 资本主义 并没有发展起来 是吧 到现在当代 改革开放以后 现在民营资本起来了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有些实际上 也是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矛盾创造的 就是说 以前这个资本家 这个类型 这个新的阶级 新的人 以前是写的很少的 从矛盾开始 很注重写这方面的 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第二个是矛盾 写心理性的形象 实在理性 比资本家的形象 写的更生动 更成功 是吧 他主要 这个矛盾 写资本家 主要靠调查 是吧 但他对心理性 接触的比较多 他本来就很熟悉 他的妻子 是吧 和 也搞妇女运动的 所以他家里呢 经常都有一些心理性 心理性 这个出入 所以矛盾 对他们是熟悉的 所以心理性 在矛盾的比下呢 往往表现为两种类型 两种类型 一类呢 是叫素女型 娴术的素 素女型 这类人物啊 虽然有新思潮的影响 但是比较传统 跟传统保留 比较多的精神联系 所以他们的性格呢 往往表现得比较和谐 温婉 贤惠 比如说那个 石里边那个 靳小姐 就靳女士 方太太 是吧 这都是界类人物 还有子叶里面的 林佩瑶 是吧 就是那个 吴信普的老婆啊 还有双叶红氏 二叶花里面的 庄婉清 这些呢 都是心理性 新思潮的影响 但是又比较传统 是吧 比较东方化 这是一类人物 另外一类心理性呢 有点类似 现在我们说的辣 辣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辣妹型 这个表现呢 是比较热烈 性感 解放 追求享乐 刺激 那么他们从伦理道的观念 从生活方式的追求 到性格 气质 都和传统的女性 这个很不一样 主要是受新思潮的影响 是一个时髦的 新人 这类人物在中国传统社会 也是没有的 也是二三四年代 才出现 所以叫时代新女性 像那个诗里面写的 那个惠女 惠小姐 跟那个靳 惠小姐 惠小姐跟靳小姐 两个完全不一样 对立的 像这个惠小姐 像那个孙武阳 张秋柳 还有红里面那个梅小姐 叫梅行树 子叶 大家有印象吗 里面有一个张树树 不是特别要紧的一个人物 还有腐蚀里面那个女特务 叫赵惠明 这些都是一种辣妹型的 就是说是新的时代的女性 跟传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人呢 他都有一个信条 就是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有的 他认为道德都是变化的 既定的道德标准都没有 能够使自己愉快便是道德 所以这个有点过人享乐主义 是吧 追求刺激 但这类人物呢 他也 这个道德上好像有点 有点这个往下走啊 但实际上他们也有 这个活跃的生命力 或泼辣的过性 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没有的 所以在精神上来说呢 这些人物啊 跟刚才讲的 像子叶里面的吴迅普 这样的英雄 这样的资本家是相通的 都是新时代出现人物 所以大家注意啊 矛盾呢 这个两类女性的形象里面 一个是娴术的 比较传统的 新女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较纳麦型的 是吧 比较这个 死猫的 其实矛盾是比较偏重后者 虽然对他们的极端 动摇是有批评 但主要还是肯定 他们那种反叛 反传统 那种叛逆 他比较偏爱 孙武阳 张秋柳 这些新的女性 这个矛盾呢 多次强调过 他说这类人物啊 虽然表面上显得很轻帅 放纵 是吧 佛照 浪漫 但实际上呢 有一颗细腻温柔的心 一个洁白高超的灵魂 当然他也有点太赞扬了 是吧 事实上说明矛盾 有偏爱偏爱这类人物 而且思想彻底 这倒是心里有把握 这类人物跟传统女性不一样啊 他们比较有把握 就刺激的主见 他们神亡以反抗 破坏 冒险 奋斗 最新以 搓穿 搓穿假面 揭露真相 他们也渴望牺牲自己 做一点有益别人的事 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就迷惘了那代青年 他们不免立即自私 崇尚感官的享乐 不愿意在尝遍生之快乐的时候 就死 就是说他们活着就为了尝遍生之快乐 是吧 还没有尝遍的时候不要去死 想在吃尽了人间的享乐的果子之后 在干悲仗的事 好像这个享乐完了以后 在悲仗 悲仗就死了 算了 所以革命的被背叛 被叛卖 在他们心上留下了难以 难以的沧桑 他们觉得自己竖了遍 是吧 所以这样的人物啊 就是这个 实际上呢 就是自意的追求 自己的快意 我刺激 你看小说里面写到一个 我们正在青春 需要各种刺激 需要心灵的战力 需要狂欢 刺激对于我们是很顺的 道德的 合理的 这种时髦的 在西方新的思想影响下 这些青年 正悟平庸 憎恨 厌恨 作为停滞的生活 他们始终不能够和革命失败以后的黑暗的社会妥协 而且挣扎着不愿意在那个灰色的生活中沉默 就这类人物很复杂 一方面享乐主义 过人主义 但另一方面他也还是有他自己的反叛 自己的追求 所以矛盾呢 人物形象的塑造呢 就是说两个系列 一个民族资本家 这个系列是很成功的 一个是时代理性 时代理性里面又有两个类型 这些都是新人 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里面没有的 是吧 他及时地把足了他们的这个精神的面包 把它这个反映出来 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啊 两个人物系列 第三呢 我讲一下矛盾小说的结构艺术 这方面矛盾呢 有很多经营 有他的创新和贡献啊 这个你们看啊 他第一个创作 时那形式就非常别致 采用的是什么小说形式 叫三部曲 那么后来三部曲就很多了啊 矛盾开始 他一个三部曲啊 每一部呢 结构呢 是相对独立的 装法呢 是不太一样 但你连起来 连贯起来 它是反映一个时段的生活 那么这种形式在现代文学史上 是要开创 是从矛盾开始的 这个三部曲 每一部的结构啊 这个不太一样啊 有变化 像第一部换面 是一种单线结构 是吧 主要是那种 那主人公啊 靳小姐 靳女士 她的经历 作为主线 人物和事件呢 都随着她的故事来展开 这个第一部啊 第二部叫动摇 动摇呢 它是一个两条线索的交叉 刚才那个是单线 这是两条线交叉 一个是胡过光 一个是光楼兰 这个两个人为中心形成了两条线索 有时候有交叉 有时候有纠缠在一块 第三部追求 就是有王中赵 张曼清 张秋柳 就多个人物了 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 不同的追求 是吧 就变成三条线了 三条以上的线 有时候是平行的 有时候是交叉的 就是故事啊 每一个人物故事 线索不一样 有一条线的 有两条 有三条 到了红 这个里边呢 是按照主人公 买形术的 他的经历 从成都到卢州 到上海 这段经历 就是说 按照场面的推移 按照时间的转换 作为小说的结构 线索 这个结构形式 都还是比较简单 但是是在早期的 长篇小说 采用的一种形式 到了纸业 就不一样了 纸业 小说的结构 就达到非常复杂 纸业的小说 实际上是一个 珠网式的密集结构 珠网 就是跟 是珠网式的密集结构 你看 蜘蛛网有多复杂 是吧 他就把这个社会生活的 各种矛盾 非常复杂的矛盾 交着在一块 就跟那个石啊缝 都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 这个矛盾的小说 还非常注重心理的刻画 人物的心理活动 那种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容 他心理活动不完全过人的 里边有时代的内容 社会的内容 通过这种刻画变动 来展现人物心理发展的历史 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 丰富性和复杂性 这都是他的贡献 上面我们讲了 矛盾小说的贡献 基本的一些方面 其实作家 特别是杰出的作家 是非常复杂的 很难做简单的界定 譬如我们认定 矛盾的小说很理性 刚才讲了 矛盾是个理性的作家 他创作非常理性 甚至有很多 这个社会科学理论的介入 给人的印象呢 好像他就是注重社会剖析的 这种看法是对的 这是一般的概括 就是我们了解一个作家 了解他基本的大的方面 但其实作家又很复杂 矛盾也是这样 他也有例外 这个小说家有时描写 是非常细腻的 是吧 非常感性的 他能够触摸到生活的深处 这时候你用简单的社会剖析 就不能够说明矛盾了 特别写到难以这个关系和道德心理 有些是用阶级分析是说不清的 是吧 像他的小说 双叶红丝二叶花 里边写的写到一个 这个婉亲呢 对他的丈夫 他丈夫是信无能的 那些场景 那流露出来的一个母性的那种温柔 那种胸怀 一个人性的那种美好的地方 是吧 这你用阶级分析怎么分析 是吧 另外呢 就用这个短篇 《燕云》里边写到家庭关系 他把逼触呢 伸向那个纯的伦理的层面 其中这个 那个你人物 你主人公啊 对丈夫的一次无意的背叛 更多是人性的表现 那里边呢 有些深层的描写 那跟社会阶级关系 也没什么联系 特别是水造型 有篇小说啊 水造型 写到了民间并存的 半公开的那种两性关系 也很微妙 作者并不轻易地否定 所以总的来说 矛盾的是一个理性的作家 注重社会剖析 但在创作中呢 情况也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分析一个作家 有时候要概括 但概括的时候也注意啊 他有些细节可能会遮蔽的啊 矛盾总的是理性 是注重社会剖析 但进入创作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就非常尊重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体验 这时候他会抛开那些理念 那些观念 均循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见闻 这个写作呢 更趋向于生活的言行 趋向于人性的挖掘 所以矛盾呢 就是非常矛盾 有两个矛盾 就是他是一个理性的作家 但介入创作有时候 也有一些不那么理性的情况 我这里特别要提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了解文学史 了解一个作家 当然是要概括 是吧 发出主要的方面 但同时要注意到他的复杂性 感谢观看